吸了水之後,水的份比較多,它就容易翹起來 它是會有不同的材質,會有不同的保養方法 那地板,你可能要考量到這個問題 家裡養寵物的人是不是要鋪設木地板 今天你鋪設地板的環境,底下是什麼材質 那不是靈異現象,那個是 你家裡面的地板或者是材質 它發生了一些熱脹臉梭的狀況 大家好,我是宏傑設計設計總監章一格 上一集我們在地板相關的一些資訊裡面 跟各位介紹了一些有關地板的一些問題 我們接下來在這個次的影片 再跟各位分享相關的一些地板的資訊 地板要怎麼保養 基本上來講 凡是塑膠或者是我剛剛講的 歐洲的超耐磨地板 建議都不要用泰斯的水托把去擦 因為吸了水之後,水的份比較多 它就容易翹起來 歐洲地板 吸了那個水之後它會膨脹 它會吸在那個,它人木板的這個夾層裡面 各位去大賣場買過那種櫃子有沒有 潮濕的情況下它會容易崩開來 其實歐洲這種超耐磨地板 大致上都有這種狀況 你如果要擦拭保養 盡可能就是 以少量的水 會用乾擦的方式去擦這種地板 那如果是SPC或者是海島型超耐磨 是可以用水或清潔去拖 但是盡可能是水量還是不要太多 雖然它們都比較防潮 甚至SPC所謂的防水 但是水量還是不要太多 因為有時候家裡面濕氣太重 你去擦拭 把水流在底下 久了它還是會容易翹起來 這樣子 海島型跟石木地板就不用講 那是一定要經過打蠟或什麼之類的 當然相對就是說它保養會更麻煩 更複雜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 石木地板相關的地板保養方式 它是會有不同的材質 會有不同的保養方法 那地板最常碰見的問題是什麼問題 有的人會說 顧的地板難道 除了優點就沒缺點嗎 有缺點是什麼呢 比方說 SPC怕Seaside 然後超耐磨海島型呢 如果它底下沒有做這個防蟲的處理 或者碳化處理 它比較容易怕蟲柱 歐洲的超耐磨地板呢 它就是一樣怕水怕蟲柱 塑膠地板呢 它本身就怕潮濕泡水 常見的問題就是 不同的地板 不同材質 在不同的環境下 你的居家環境 可能靠近山區或者是 什麼樣的情況 你要自己去衡量 然後設計師也會給你做一些建議說 你比較適合哪一種類型的地板 當然就是要評估你自己的喜好 如果你就是很堅持要某種材質的 那自己在保養上面可能要注意一下這樣 第二個就是 家裡面有養寵物的 養狗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寵物類型的 會 不定期的 意外的給你在某個地方尿尿 或什麼 水吸進去之後 你的味道就會殘留在裡面 滿長一段時間 即便你擦了 它的那個尿已經滲到 木地板的縫隙裡面去了 有可能就會殘留一段 一段味道出來這樣 然後第三個問題 最常見的 也是我們客戶最常問的問題 就是 今天你鋪設地板的環境 底下是什麼材質 一種是超耐磨地磚 一種就是 原來舊池針 我剛剛講的舊護翻修 你可能會鋪到木地板 因為地面不平整 它在 結合的這個氣口的地方 有時候會因為濕度 或者是溫度的關係 它會有一點微微的曲跳 那你踩下去半夜 有時候對聲音很敏感的人 你踩下去會聽到 奇怪奇怪的聲音 那是正常現象 因為即便是 拋光石銀磚很平整的 它也有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尤其是普通的地磚 它的狀況會更明顯更嚴重 如果你是拋光石銀磚的底磚的話 它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不管是哪一種底部 是石銀磚或者是磁磚 它都有可能會因為濕度跟溫度的變化 微微隆起 所以如果你對聲音很敏感的人 你要鋪地板之前要想一下 是否你可以忍受摩擦的聲音 那不是靈異現象 那個是你家裡面的地板 或者是材質 它發生了一些熱脹忍受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對這樣的情況 你比較在意的情況下 你要去考慮你要鋪什麼材質 就看你個人的需求 如果你覺得你還是希望說 鋪個地板 感覺要舒適一點或怎麼樣 有人就喜歡地上鋪個地板之類的 就會要考量鋪設木地板 它會有以上種種的問題 對於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如果喜歡的話 你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有什麼樣相關的其他 跟木地板有關的問題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會盡快的回覆你 這裡有我們這次影片的相關連結 以及我們的聯繫方式 謝謝大家 掰掰